大家好 给大家播一个快讯啊 就是瓦格纳的这个叛乱呀 确实把老公给吓着了 他现在对俄乌战争的这个立场呀 也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你像以前的时候 他明里暗里都是在支持俄罗斯 但是这次瓦格纳叛乱之后呢 他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中国驻欧盟大使表示 北京可以支持乌克兰收回其 1991年划定了全部领土的目标 其中包括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尔半岛 你看这个态度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不同呢 对不对 包括前段时间那个国防部长李尚福吧 到这个俄罗斯去调停 他的宗旨还是双方先停战的 以各自实际战略的领土先停止交火 然后再谈问题 对不对 这就是明显的拉偏见了 但是这个驻欧盟大使讲的这个话 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应该是支持乌克兰的领土主张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啊 根据半岛电视台网站6月27日的报道 在接受半岛电视台和其他几家媒体的采访时 当中国驻欧大使傅聪 被问及是否支持吉辅收回失地的目标 包括收回被俄罗斯占领的其他乌克兰地区时 这位中国高级外交官说 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乌克兰重新获得 他在1991年独立时获得的所有领土 傅聪说 我们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观止 当中国与前苏联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 我们也是这样主张的 傅聪补充说这些是历史问题 必须由俄罗斯和乌克兰通过谈判解决 这也是我们的立场 他在这里头呢 把他的这个话啊 委婉地表出了一下 就说呀 我们希望呢 这个领土问题呢 是和平解决的 不要通过武力解决 那么他说这个话啊 就是给自己找台阶下的 战争都打到这一步了 俄罗斯的一个侵略战争都打成内战了 这个时候 你不通过谈判解决 你还通过武力解决吗 对不对 你再通过武力解决 就是乌克兰打到你俄罗斯去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你解决了 所以他讲的话 我们能体会到 他这个口风啊 是完全变了 为什么变了呢 因为瓦格纳的叛乱啊 让中共高层看到了 俄罗斯的脆弱 俄罗斯可能会瞬间垮谈 所以这个时候啊 中共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他真的害怕 2014年联合国就克里米安问题投票时 中国投了期权票 当时的中国驻联合国特使刘杰一说 中国一贯反对干涉国家内政 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 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国从未给予谴责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前面讲的那些都是外交辞令 那么最后这句人家就点出来了 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你从来就没有谴责过俄罗斯吗 甚至是在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吗 但是他现在这个表态 我看呀 他也是做好了跟俄罗斯切割的准备呀 放这个话出来 就是给他留后路的 他真的在明面上呢 也开始反对俄罗斯的 这个啊都是很有可能性的 因为瓦格纳的这次叛乱呀 我相信对中共的高层啊 震动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叛乱最后让人看明白了 不需要多少人 几万精兵而已 好吧 这个消息呢就给大家紧急通报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